而且土耳其往往没有办法买到军用级别的零部件 只能拿工业级零部件凑合 在西里亚政府军亚美尼亚政府军这样弱小的对手面前 尚且能够耀武扬威 遇到俄罗斯这种老牌的军事强国 那就露馅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包民说 这些话题 我们说的是土耳其无人机在乌克兰踢到铁板 俄罗斯的电子战大力出奇迹 根据环境网的报道 乌克兰军队出动数架土耳其制造的TB-2无人机 对东乌克兰的邓巴斯地区的亲俄武装展开空地打击行动 结果被俄罗斯部署在边境地的电子战部队击败 两架TB-2无人机当中 一架坠地摔毁 一架紧急返航 这种曾经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战争中 耀武扬威的无人攻击机 算是踢到铁板上了 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人们总是看到无人机在世界各地的战场上大开杀戒 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是这样做的 土耳其在西利亚和亚美尼亚是这么做的 连利比亚内战双方也用无人机展开了激烈的对战 与此同时 无人机的优点被供应商和过漏媒体是无限的放大 留空时间长 不会损失飞行员 可以超远程作战等等 但是真正的业界人士都很清楚 今天的无人机还有着巨大的缺陷 美国和土耳其的对手并没有值得一提的防空能力 更没有电子对抗能力 所以这些缺陷并没有暴露 只要遇到一个足够强大的对手 甚至是伊朗这样刚刚入谋的玩家 无人机就玩不断了 无人机要想发挥作用 需要两种类型的外部信息 一种是卫星导航定位信息 一种是地面的指挥控制信息 这两种信息只能靠无线电通信的方式来实现 但是无人机距离卫星和控制站都很遥远 对手很容易把这两类信号给干扰掉 即使以美国的电子工艺的水平 也不能确保自己的无人机完全不受干扰 所以无人机设计上会采用一种方式 只要信号一中断 就立刻利用惯性导航数据原路返回 先逃出干扰区再说 当然了作战任务就只能放弃了 这样的逃跑战术也不是总能起作用 当年美军的R-Coal-170无人机被伊朗捕获 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美国都做不到的事情 土耳其就更做不到了 实际上土耳其能够把TBO造出来 离不开西方提供的各种核心零部件 包括发动机光电转塔 飞行控制系统 数据链当然也包括GPS接收机 而且土耳其往往没有办法买到军用级别的零部件 只能拿工业级零部件凑合 在西雷亚政府军亚美尼亚政府军这样弱小的对手面前 尚且能够耀武扬威 遇到俄罗斯这种老牌的军事强国 那就露馅了 问题还不仅仅是无线通信 要知道强大的电磁波 甚至可以让民用集成电路无法工作 国内科研人员曾经做过实验 用一个小功力的干扰机来攻击一架民用无人机 非常轻松的就让它掉到了地上 反复的修理调试都没有能够恢复正常 俄罗斯的电子工业水平不高 所以军队的电子战能力也不强 在美国以色列面前不是对手 所以俄罗斯采用了一种大力出奇迹的思路 就是尽量的提高电子干扰的发射功力 用强大的电磁波淹没对方的无线电信号 比如俄军的汽车厂电子战对抗系统 就是一个例子 这种办法简单粗暴 但很管用 对于美军起不起作用不知道 但土耳其无人机肯定难以招架 所以乌克兰打算用进口土耳其的无人机 来改善战斗力 重现阿塞败疆在战场上的单方面的屠杀 恐怕是打错散盘了 另外土耳其提供给乌克兰的TV2无人机 并没有卫星通信设备 操作人员必须把无人机保持在地面站的视线之内 双方的距离不能超过150公里 在实际使用当中 这个距离可能只有100公里 我们知道地面站和无人机之间需要频繁的通信 俄罗斯军队完全可以通过侦查 发现地面站的位置 用远程火箭炮和航空兵 加以摧毁斩草出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将在这场无人机 与干扰机的对抗中稳操胜券 美国方面还没出手 就在过去两天 已经有人看到了美国空军的联合新飞机 在乌克兰上空飞行 这种飞机的正式名字 叫做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 主要是用来发现地面目标 为各个军种的火力投射指示目标 它的出现意味着美军很可能出动电子战部队 支援乌克兰 那么俄罗斯的这些功力巨大的电子干扰器 在美军的监视屏幕上 那就像一个个的电灯泡一样的明显 如果美军把俄罗斯干扰机的位置提高给乌克兰 乌军用火炮火箭炮或者是特征兵 就可以进行有效的打击和压制 如果发生这种事情 战争就会无可避免的走向升级 俄罗斯的电子战部队未必顶得住 那么俄罗斯到时候是投入更强大的火力 搞个一例祥识会呢 还是请求外援 就要起起观场了 好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